当你夸女生很乖的时候 对吧 第一眼感觉你很乖 女生说谢谢 第一眼看见你 也觉得你很有气质 你会怎么回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女生有来回这个学员的一个夸赞 那么在这里如果我看到这个女生说谢谢 第一眼看到觉得你很有气质 我立马想到的一个回复 就是很少听到这么不肤浅的夸赞 这么不肤浅的夸赞 然后呢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确实你这个人是很有气质的 你也敢于去干嘛呢 接受这个夸赞 很多人他是不喜欢夸赞的 别人夸赞的时候他有一些臭娃病 他觉得别人夸他是在嘲弄他 其实很多人会对这种夸赞是有敌意的 对 那这时候如果你确实有气质 你就跟他讲 你说我喜欢这个夸赞 就是人家夸你了 你就大大方方的接受 你就不要装杯 你知道吗 第二个回复是什么呢 他说第一眼看到你 也觉得你很有气质 你后面干嘛呢 你跟他讲 你说第二眼呢 对吧 第二眼呢 很多女生也会这样说 对啊 第二眼 对啊 因为你很清楚嘛 你说万一第二眼我们见面的时候 对吧 万一就是这个打工者的气质呢 对吧 你往这方面去走 对吧 得到第二眼 对吧 这也是一个我们还可以怎么回复到第一眼看到你也觉得你很有气质 那我们所说互动的方式 你说我们是互相夸赞嘛 三叶夸赞嘛 三叶吹捧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没有气质 但别人夸你有气质 那就是说你可以怎么回应 你跟他讲 你说 哦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夸这个东西 对吧 那可以看看这个女生是怎么回应的 对的 总而言之他回复有太多太多种了 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从心理层面 我们一定要干嘛 不要觉得别人是在嘲弄里 我们所说的别管他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 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内心当中是怎么去构建这个东西的 那么在这里啊 还有很多回复啊 其实可以给 因为这个是聊天的初期嘛 你还可以问他 你说你还感觉到了什么 对吧 然后觉得你很有气质 然后呢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东西 是的 都可以去下期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回复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你的回复是什么 那么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